就习近平和彭丽媛为了建女皇 这个精心准备了一年多 又到了文华酒店先休息 过度过度收拾收拾 又搬进女皇里边住一晚上 为了坐那个女皇的金马车 两国之间五十亿磅的代价 就习近平和彭丽媛坐那个金马车 五十亿磅 五十亿磅啊 你算不算整个多长时间呢 大概是花了三十多分钟吧 你知道他们多崇拜女王 王沪宁一夜没睡着觉 这王沪宁本人告诉当时的英女王管家 说我一晚上没睡着觉啊 激动